过日子不得了吗 闹腾什么呀 不都不想离吗 不是不想离 我在家太亲近了 他每天晚上九点钟回来 星期天星六月公司加班 我根本就是一个人在过嘛 对不对 孩子也是我在那教嘛 我教的那个水平 我能代替爸爸吗 你看我现在个性像不像女汉子 我过去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还不是挺温婉的 我现在好像个女汉子一样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我也想回家里 照顾一下你们孩子吧 但是确实是 那个时间上确实调配不过来 没办法 是真的那么忙吗 他真的很忙 他们公司那个业务 在全国各地 要他去检查工作什么的 你们这次为什么来这儿 来我们节目 想干嘛 我跟他俩不是矛盾那么深吗 对不对 你也是老师 让我说什么什么民政局 是不是 我现在就是想跟老师们 讲讲我的苦 我这十年来 我也记了很多苦 特别这一两年 我带孩子 我也憋得够呛 我跟你 跟赵川 你讲讲 我也挺高兴啊 你跟他们讲吧 我老师讲讲 我也挺高兴 我在家憋得慌 就是憋得慌 跑我们这儿来说 您说这话 我心里憋得慌 你为什么陪富人来啊 之前呢 也是尝试和他沟通 但是沟通不畅 每次沟通呢 我都是清茶室 你们会出去玩什么的 旅行什么的吗 我们出去玩就更搞笑 他一年四季 就那么几天假 我那好想跟他去旅行 所以我们去年五一的时候 我就把孩子带给父母 我们俩就去 一说旅行就不要说了 一说旅行 我就是有旅行恐惧症啊 为什么 每次都是很多事情 你不要说每次了 我们就说那个扇尾那次嘛 我们去扇尾也不敢走远了 就五一就几天假 去了一个宾馆啊 一进去就好吵 我说你这个房间不行呢 我说得换一个 他就不高兴 他就说那什么 现在这么紧张的 那个你为什么要换 他就冲我发脾气 当时我不想跟他两个吵 我就走了 我也没带电话啦 没带手机 没带身份证 我一分钱也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 我就走了呀 你走了你也跟我讲一下 你走一走 走两个小时啊 你明明就知道 你现在知道我 我走你没看见吗 我出门我就慢慢走 我其实是想让你来拉住我 你根本就没有拉我 我根本不知道你走了 你就装吧你 过来我就找他嘛 你不要再说你找我 你根本就没有找我 因为我出去的时候 我走到外面的时候 我走两个小时 那个潮汕那个地方 老师你知道吗 潮汕那地方说 潮汕话不是讲粤语的 人家那些都听不懂我讲粤语 所以的话 当时的时候 我还问了好久的人 那些什么的 结果我跑回宾馆 我一问前台 他已经不见了 去哪儿了 他把我的房子都退掉了 我在这里等了半个小时 不见人 我以为他去找更合适的 我怎么可能 我没有钱 我没有身份证 怎么可能 到处找到 也没找到 但是我看到有一家酒店 有吃有喝 然后有环境又不错 然后又安静 在那里一问 他不在 那我就先坐在这里 等着他 我怎么可能在 我没有钱 打电话来找我吧 因为他没有带手机 我也联系不上他 那你应该在远酒店不动 等了半个多小时 将近一个小时 他不来 我以为他又升级走了 那我在那 没有 我在外面哭 我不想当着你哭 后来怎么解决了 又是我忍气吞声 等人家交流 让人家接个手机 我还不是打他的手机 打完以后 他说他找了一个酒店 最后我过去 他帮我付低试费 见面那一刻 我隐忍了 我什么也没说 我还是笑脸相迎 什么都没发生 他也没说什么 我又忍了 所以我今天忍了那么多 我就是想跟嘉宾说一下 犬子太太也是那么好做的 我心里也很憋气 一肚子的火 但是我是被抛弃了 我当时真的觉得我抛弃了 我怎么可能抛弃你吗 是不是 你嘴上被说 但是我走在那个海边 我心里有多苦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就是被抛弃了 我要知道你在哪里 我肯定去找你去了 你吹吧 你们俩就这一次旅行吗 旅行 还有别的旅行吗 今年春节 今年春节的话就更 我今年春节的那个 唉 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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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的地方 去的地方 来的地方 来的地方 搞的地方 居住你的方法 最后都会《时期日子》 安全的地方 应该会 esqu迟一点 都是那种 三伙认 这样的地方 你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